大家我是小飞 这是一个封印了46年的奥特曼塑胶玩具 也就是说是46年前就购买的玩具 一直以来并没有拆开它 是不是非常的珍贵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46年前的制作工艺吧 从胶带的图片来看 很显然这是赛网奥特曼的一个玩具 不过从实体来看 简直就有点蜡眼睛了 整体给人一种非常低劣玩具的印象 因为整个模样并不太像赛网奥特曼 尤其是玩具的头部 简直像是冲了气一般 非常的臃肿 一点也没有七爷的帅气 而它的涂料也非常的简单 头部的色泽比较的难看 经过岁月的沉淀 它的护脚部分已经有少部分脱色了 有意思的是 它的背部居然还有一个小小的手柄 设计初衷可能是想让小朋友 更好地握住这个比较大的赛网玩具 虽然整体看起来是丑了一点 但回过来想一想 这可是46年前的设计的玩具了 所以可不要拿现在的制作工艺去比较了 相对来说已经非常不错了 好了本期的玩具介绍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